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位置传中 红卫线盯人盯球就差距或者让比赛踢得更胶着一些 又是一个中场时务 就立四打三 卖位打远胜 哇 差点二比零 依萨卡龙 太多困难 这小球打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林锦临可能有一个对裁判实际反规了 转出来 队长刘伟向前 中后卫要七脚打远胜了 这小球打的质量很高 林锦临应该是没碰着 林锦临最近被世界波折磨的可够呛啊 应该是没碰着啊 伊萨卡龙大面积的开过地 对 很好的一对一的机会 中路有如海苏啊 右边的王世昭没上来 伊萨卡龙不需要等队友直接单干 传到后脸 吴磊头球摆到中间 还是门将的 好机会啊 赛季中场联赛过人亡 罗马里奥巴尔德来出发 开一个前点 研究了把球打出来有摔倒 才别没表示 我们说可能以现在南东球的能力也很难转化成进球 所以进球呢就给他 卡特利利和 罗马里奥创造这种他们一旦过成功了 就能形成威胁的这种机会 所以这个就是下面场南东之中要去改变的地方 一 这球没有犯规 伊萨卡龙直接打身后 吴磊前插到进区里边门将没出来 这个放缠 很干净 但吴磊没要脚球再拿回来再传 好处 吴磊啊 太危险了 这太危险了 这太危险了 这个球巴尔德如果能看到斯卡的话 往回一打 人业球是就往这区里边掉 空了 又漏人了 李昂的扫门前捕射 这谁的结尾 这应该 卡丝略 卡丝略的机会啊 我们看这个球也是 后点人完全漏掉了 也都不越位 对你看这球 就是这是南通球员能力和经验 就是你在防守的时候 球员就像我们 所威胁的呀 关键是二点啊 奥斯卡右脚开起来 中路的落点 上车队定下来 二点还是海杠 这个二点太轻松了 就让对手拿 他其实反击当中 还是尽可能多找自己的外援 吴磊中路奥斯卡 吴磊单挑内切 吴磊找找打门 这球是打溜换身体上了 合理 你确实刚才耽误了比较长的时间 你去里边买提江 左脚传 中路好多点 同球又是乌磊 这球把一辆传的质量非常高 又给了脚球呗 转阳 左脚 缩传 露下来了 二点球 哎呀 刘伟 还搞得反击 单刀了 两个人打门叫 乌磊 川斯卡空门 二比零 九十五分钟 上去不是第四分半 海高通过一次反击战把球打进空门 二比零 哎呦 哈维尔这冲谁呀 这球我们看一下 这 这是很严重的错 我们看 解围弹出来了 对啊 就人 对啊 防守的人 这不应该正常的两人防守吗 对啊 最起码你要对乌磊进行盯防啊 在进攻的时候 就完全这漏掉了乌磊啊 奥斯卡愿味吗 吹掉 主赛办唐顺奇直接吹响了全场比赛 结束的少爷